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来修一台笔记本啊 突然忘了咱还是个修笔记本的呢 这是一台神舟的超级战神笔记本 客户描述呢在某一次网游戏的过程中突然就黑屏了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开起来过 先给他插电 这个电流 以上一下 一会0.000一会跳上去一会又掉下来 这不摆明着大网路吗 哎呀看来这台电脑能秒杀呀 好短路好 短路呢看来应该就是coco电容了 一般公共电短路就是这种电流 因为他主板有保护现在已经没有5A大电流了 没事给他拆开来看一下 先下掉电池 打开他的背板 卧槽 怎么感觉有一股烧焦味啊 确实有一股啊 机器内部有一股很浓厚的烧焦味 怎么cpu在里面抽烟了 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先把他的cpu散热器给取下来 是台式机的处理器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在这个散热器的这个导热垫部分已经可以看到有一点发黑了 看一下主板这边 确实cpu供电已经烧了 哎呦呗这个cpu供电的Diamos管烧了 大短路 烧焦味 那这个cpu10有8有肯定也凉了呀 是吧 这cpu侧着已经是短路了 那这可就不好整了呀 怎么cpu也坏了 本来看那个电流呢还以为能减肉 没想到翻车了呀 cpu上面擦干净 i5 10400 开机先使一个U 哎呦而且主板烧的也蛮严重的 这个看着像是板层也烧了 cpu外观上面看起来还是很OK的 不过已经短路了 很遗憾 这台电脑跟客户沟通了一下 客户不修了 因为坏的东西太多 像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再修下去了 这个电脑买的时间不久 OK那看来今天的运气不太好啊 接手的第一个电脑cpu量了 现在的笔记本新款的笔记本cpu真的好容易坏啊 昨天一个炫荣的cpu坏了 今天一个神舟的又坏了 明天又来一个华为的也是少cpu 既然笔记本上 哎取不到太大的成就 还是乖乖的来修显卡吧 这是一个客户寄过来的一张技嘉的1050碳 说是自己改水冷改坏的 我当时我整个人震惊了 1050碳改水冷 搞什么飞机啊 是怕核心感冒吗 现在开机风扇都不撞了 不论卡了已经 没事了 不论卡好 不论卡呢 又是改水冷改坏的 那我大胆猜测估计是磕掉键了吧 导致没有供电 于是乎给它打开后盖 先仔细检查一下背面 但是并没有看到哪里有掉键的地方 很完整啊 这些PCB 哎呀完了呀 火眼睛睛没看出来呀 一时尽没看到哪里有掉键 PEX没有短路 1.8V短路了 我靠不是吧 刚刚那个笔记本已经让我够崩溃了 又来一个 那么众所周知 1.8V短路呢 1.8V是直达核心的哟 嘿 这不盖了帽吗 我的老显卡 核心上面的硅脂我擦缸 看了一下核心也很OK呀 没有裂 没办法收机吧 接了个1.8V的电压 我们把电源接上去 插上去瞬间 5A大电流 这电流够大 够猛 看一下哪里发热 果不起朗 核心发热 整个章板子 GPU芯片发热了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张卡的核心 凉了呀 核心短路了已经 好嘛 今天真是走了狗死病了 先是一个CPU 又是一个GPU 整张板子我用手再次确认一遍 确实只有核心发热 其他的地方供电以及电容 都没有发热的 太遗憾了呀 改革随了能把核心给干短路了 大哥 我是佩服你的 这边可以判断了 但是它可以判断了 我毫不败的